你知道世界第一大佛有多大吗 从头到脚有71米高 相当于20层楼高 光是头上的发迹就多达1051个 耳朵足足有7米 比两层楼还高 肩膀宽28米 跟一个篮球场那么长 脚背宽8.5米 围坐100多个人都不拥挤 他的头和山顶齐平 脚踏江边 整整一个山崖那么大 所以有山是一座佛 佛是一座山的美誉 这座大佛的全称是 加州陵云寺大弥勒石像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大舵河 明江青一江三江汇合处 通常被称为乐山大佛 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 古代摩崖石刻佛教造像 为什么唐代人要如此费心费力的建造一尊造像呢 除了唐代流行弥勒信仰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震水 乐山 它处于三条大河河流的地方 水流湍急 过路船只经常被乱流卷入 早在战国的时候 蜀郡太守李冰曾凿平混崖 治理的就是乐山附近的水路 由于是入蜀的必经水道 当地百姓只能尽可能祈求平安 灵云寺的海通禅师 连敏行传的伦逆之灾 就提议建造佛像用来震水 我们现在建一座二十层的高楼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能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要建一座二十层楼那么高的佛像 要用多长时间呢 整整九十年 公元七百一十三年 唐代开元元年始建 不计其数的百姓 与多位在此为官的人参与 为了补充修建经费 还向朝廷申请使用当地的麻盐税收入 经历玄宗 宿宗 代宗 德宗几朝 甄元元年的时候 建南到四川节度时 为高上任 在他的推动下 终于在甄元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803年 乐山大佛完工 历史九十年的浩大工程 得多少资金啊 说到资金 这里面还有个感人的故事 海通禅师为了筹款 精心的费心费力 有人看到他筹集那么多银两 就动了坏心思 带着一群人来到陵云寺威胁 他把银子交出来 不然就要挖掉他的双眼 谁知道海通禅师 一心想要雕凿佛像 面对威胁毫无拘色 抓过刀就真的挖了 那伙人吓得大惊失色 赶紧跑了 而遗憾的是 由于工程浩大 海通没有等到完工就去世了 他的徒弟们继续带着工匠来雕凿 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终于雕凿成功 这座大佛一副和善慈祥的表情 双手抚膝 身板挺直 双眼平视 好像正在关注着河面上船只的安慰 而神奇的是 大佛建成之后 在他的注视之下 当地的沉船事件少了很多 很多人认为大佛显灵 心生敬畏 其实这是因为大佛的修建 阻挡了暗流交汇 使迅猛的水势得到了减缓 但不管什么原因 确实起到了镇压水患的作用 海通的修建初衷得以实现 着实令人感到欣慰 而更加神奇的是 在佛像的背后 有一套设计巧妙 隐而不见的排水系统 水沟自然地分布在 大佛的逻辑和衣服的执咒里面 能够疏导山水 雨水 对大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可见 当年开造大佛的人 不仅记忆高超 还懂科学呢 乐山大佛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们的眼球 不仅因为修建者巧夺天工的记忆 还因为各种传说 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有传闻说 神秘的乐山大佛曾经四次闭眼落泪 而每次我国都会发生大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研究证明 乐山大佛闭眼落泪的真相 其实并没有那么玄乎 大佛的头顶曾经建有物格保护 后来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幸被毁 再加上近代工业发展 空气污染 失去头顶保护的大佛 在酸雨的影响下面部被侵蚀 眼睛的色块脱落 呈现出闭眼的视觉假象 同时由于酸雨侵蚀的不均匀 导致面部出现了疑似泪痕的印记 而大佛的眼睛处也各有一处隐蔽的排水口 天长日久 水滴时穿 所以有了大佛落泪的视觉效果 后来在对大佛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 闭眼的假象得以修复 可酸雨腐蚀和雨水冲刷出的水痕 最后因为无法消除而被保留了下来 传说虽然并不真实 但是这里面存在的不正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吗 感谢观看